前方 我們照顧一下 我們一起看看我們的右手邊 好 中間麻煩 這邊麻煩 簽完的感受又是怎樣的呢 除了我只是跟Iron的那條線外 其實你在拍攝現場 大家都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 就不能走開 有些人一起坐在一起拍攝 我當中幾場戲和幾句對白都很深刻 最終他選擇 因為他真的沒有辦法指揮生 他寧願選擇去偷東西 而希望去坐牢 他覺得這種生活比現在更穩定 因為他每天有飯吃 對 因為他說那句說 你以為我想嗎 那個真是很up 他真是很up 他要去到為了坐牢 因為我有飯吃 我每天都有飯吃 還有乾淨淨剪後飯 這個很up 然後范子哥那裡又覺得是 你見到自己的心愛的人 電話騙案 現在最流行的電話騙案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太太被人欺負了錢 這些真是很現實的 在社會裡面會發生的 還有人與人之間是溝通的 我經常都收到不明電話 又在說你那種猶遞 你那些就是騙案 你沒有字那些 我當然是聰明 那些你沒有聽 那些你沒有聽 是呀 哈哈哈哈 不明耐力 不明耐力 刪掉 你教了兒子也要的 當然要 因為電話你不知道是甚麼事 那因為你所有真實感受 還有因為隨著 幸運地是這個年紀 我遇到這個劇本 而可以再深層次的去感受 因為我相信這個是一個緣分 還有我沒有拍過這一類型的 那麼實在的電影 那我很期待有機會再去參與多些 還有我反而我真的不介意 我覺得人要乘數成長 角色都可以繼續成長 我不介意是 我自己去到50歲 我快到50歲 然後到60歲的時候 我可以得到那個階段的體會 而去演出 那這個是拍電影的抱負 還有那個開心之處 其實我也可以透過這件事 可以投完一提 你見不得你自己連拍 五個小孩的校長 五個小孩的校長 當時她說五個小孩的困境 為了讀書的困境 是的 但這個只不過是當時的小孩 但現在這部電影 亦都是很貼地 是在社會裏面 但是是一個更闊的題材 我覺得當時五個小孩 也有很大的影響 有很好的觀眾都願意入場去看 在教育上面 但是我覺得蜜露人 是昇華得更加重要的 因為我也有看你的作品 我覺得蜜露人 整個社會裏面 無論你是什麼階層 什麼年齡 都會存在這種 你都會 因為裡面有一個小孩 是的 他跟著他媽媽 一個無情的媽媽 那個小孩只有六、七歲 亦都是牽涉到看完小孩 我覺得這部電影 可以帶小孩一起合乎和整 是一起 大一點 不要緊 這個也可以看到的 他會看到 他媽媽會解讀給他聽 是的 但是我覺得這部電影 真的是任何年齡 我覺得是 希望 我會帶小孩去看 我覺得會 安全情報下會帶小孩去看 安全情報下會 但是我覺得 我們這部電影 在9月17日就會上 還有9月12、13日有個優先場 正如小嶺門票 我們作為演員 其實我們都很開心 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好像 很感恩可以上映 可以感恩可以上映 而且我覺得 大家應該 要慢慢去釋放自己 一些負面的情緒 最不好的就是 我覺得大家 只要你做好 很方便的情緒 例如你多洗手 保持對理 戴口秀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你進去戲院 我覺得你慢慢要去 繼續去找一些好的電影 去然後令你一些父母的情緒 去釋放出來 如果不是我覺得 你的人 如果繼續在那裡 很害怕 或者怎樣 其實不是太好的 人也要向前走 要向前走 要向前走 去解決這個困境 我們要走出這個出路 我覺得要繼續 希望大家支持我的電影 以及支持好的電影 但是你說帶小朋友去看 你會不會也要解釋 他比較開心 等一下 時間當然不行 我小朋友在說 可能要大一點 即是香港是十歲 八歲、九歲 小學 起碼也要有這個年紀 小學 三歲 你不認識 爸爸有 再看班 隨時再 慢慢到大的時候 我告訴你 物路人呢 你有一個Aaron's Library 物路人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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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香港電影裡 最初有 是一個經典的專門 我會相信 我相信這部電影 當你再過了幾年 然後再看的時候 它一直存在了 感覺可能不同了 但是它的訊息一直存在 因為我相信 希望無家者 但是無家者 我相信要去到社會的發展 不同的空間 或者要去到很富裕的時候 但是這個世界上 經常不斷在轉變 一定會有高有低的 一定會有一些 在生活上 繼續會遇到困難的人 也會有 可能是很快發生的人 社會上 都是如此殘酷的 就算我覺得 幾年後 大家再看一個電影 我覺得也是值得回味 值得去反思的一部電影 值得去找到你人生觀 人生的價值 以後去改變你自己 我希望這部電影 能夠給大家 有所啟發的 看臨時不夠 看十次去做 都好啊 順其自然 看不完 第一次 順其自然 可能是 那麼紹興 看不完 panelists 看看 小明星 明星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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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